董俄氏的身份在清代历史上一直存在一些谜团 因为他入宫的时间比较晚 史料记载他是18岁才入宫的 有人认为他之前是某位满洲进城之妻 因为甚至初年还保留着满洲福晋命妇 到皇宫当中更帆入室的传统 就是作为王宫大臣之妻 要轮流入宫去服侍皇家主子 这也是满洲救俗的一种体现 那董俄氏就是在入室的时候见到了顺治皇帝 并且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有人推测董俄氏就是顺治皇帝的弟弟 伯木伯过尔的妻子 因为正是这样近亲的关系 才有可能让他频繁出入宫廷 与皇帝太后见面 并且与皇帝坠入了爱河 不论董俄氏的身份如何 他和顺治皇帝的感情是很快升温 用当时在宫廷任职的德国传教士 汤若旺的话说就是皇帝陷入了一场火热的爱恋 顺治皇帝把董俄氏接入宫中 先是封他为贤妃 几个月之后就加封为皇贵妃 皇贵妃这个位号是明朝的独创 明朝皇帝为了突出自己喜欢的妃嫔的地位 特意在贵妃前面加了皇字 成为皇贵妃 以区别于普通的贵妃 顺治皇帝效仿明朝的皇帝 把皇贵妃的位号搬了出来 就是想突出董俄氏在后宫当中的特殊地位 所以董俄氏也是清朝的第一位皇贵妃 顺治皇帝在册封董俄氏为皇贵妃的时候 还大赦天下 并且给他的母家封绝 这些都是预制的 相当于是给了董俄氏策立皇后一样的待遇 但是顺治皇帝可能没有想到 他对董俄氏的万般宠爱 带给他的反而是灾难 孝庄太后先后为顺治皇帝选了六位蒙古族后妃 都姓博尔吉吉特氏 其中四位来自自己的娘家 包括我们前面讲过的两位皇后 但是这六位女星无一得到皇帝的欢心 也没有单于任何子女 只有董俄氏得到了皇帝的宠爱 而且很快为皇帝生下了皇子 虽然这位皇子是顺治皇帝的第四个儿子 但顺治却坚称这个孩子为正第一子 而且在他出生之后颁照天下 大有要立这个孩子为太子的势头 这就严重影响到了 孝庄太后要让蒙古族后妃统帅后宫的使命 所以在董俄氏生子之后不久 就传来太后生病的消息 董俄氏不顾产后的虚弱前去侍奉 也是希望用自己的真诚来打动太后 但显然这并没有缓和他与太后的关系 以及他在后宫当中的艰难处境 没过多久 董俄氏尚在强暴之中的儿子就夭折了 那董俄氏自己在病痛之中煎熬了两年多 也撒手人寰 这对母子的死对顺治皇帝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让他感觉好不容易到手的幸福转瞬即逝 他一方面为董俄氏筹备最为奢华的丧事 追封董俄氏为皇后 从远方请来高僧为他殉葬 还遵照董俄氏的遗愿 宣布当年秋天停止处决犯人 在为董俄氏讨论嗜好的时候 一开始大臣们拟定了四个字的嗜好 这个其实规格已经很高了 一般嗜好都是先给两个字 清朝后来的皇后都是这样 大家看到的那个比较长的嗜好 这个都是磊氏加封的结果 就是每位新帝继位都会给前朝的皇后加封嗜好 这样嗜好才会变得越来越长 但是顺治皇帝却表示 区区四个字怎么能够涵盖董俄氏的美德呢 不行 于是大臣们就拟了六个字 还是不行 八个字仍然不行 最后定了十个字 孝宪庄和智德宣人温慧 顺治皇帝自己再加上了端竞两个字 才觉得可以勉强过关 随后顺治皇帝又令内阁学士编撰董俄氏语录 自己则亲笔为他写下了数千言的形状 记载董俄氏的生平和美德 希望将他的言行永远流传后世 尽管顺治帝在绰朝五日之后就恢复了达理朝政 但是在此后的一百二十天时间里 他都坚持用蓝色的笔来批阅奏章 大家知道皇帝批阅奏章都是用红笔的 称为诸批 只有在先帝太后的大桑期间 皇帝用蓝笔一般也就用个二十七天 但是顺治皇帝为董俄氏坚持使用蓝笔一百二十天 这也是创了一个新的记录 尽管董俄氏死后获得了这样高的殊荣 但是没过多久顺治皇帝也离开了人世 董俄氏的地位马上就开始动摇 他被剥夺了系帝氏的资格 清朝的皇后死后都是可以在自己的嗜好后面 加上皇帝的嗜好 比如顺治皇帝的嗜好是张皇帝 那么他的第二位皇后就是孝慧张皇后 康熙即位之后 作为顺治帝妃嫔的康熙皇帝的生母 也被尊为皇后 称孝康张皇后 那这样系上帝氏 后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哪位皇帝的皇后 而董俄氏则不能系帝氏 只称为孝宪皇后 不能加上这个张子啊 可见他并没有受到皇室的最终认可 不过啊 从董俄氏开始的这个皇贵妃位号 此后在清代却被保留了下来 作为皇后之下最高的位分级别 并且规定皇贵妃只设一人 作为皇后的处二人选 而且在皇后健在的正常状态之下 皇贵妃不常设 只有在皇后病重 或者是其他一些特殊情况之下 才设立皇贵妃 代理后宫事务 一旦皇后去世 皇贵妃就循序升为皇后 皇贵妃就循序升为皇贵妃